就是要一次性的全完成的话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那个什么 F1的函数 这边一样 油标放在油标 再按一下那个Fx 插入函数 那这样他可以把刚刚的公式再带过来 那主要我们可以修改公式 其实主要是修改这个Table Array Table Array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让他 可以直接参照到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刚好是性别两个 那性别两个字呢 其实刚好怎么样 刚好实际上 就是那个我们定义好的名称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直接把那个名称放进来的话 他只会把它当成是两个字 而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范围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它变成说 是那个范围的话 那有个方法 就是说我可以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 直接插入之后的话 你在外面 原来的性别 外面再包一个叫Indirect 就刚刚用的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这个函数记一下 比较容易操作一些些 Indirect 然后前刮胡 那接下来的话 记得 那个名称我刚刚讲 Indirect里面一定要放个文字 所以文字的话记得 在性别前面 加上前双引号 在性别后面加后双引号 如果你是做这样的话 那OK按确定 上结果就OK了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基本上就OK 但是问题来了 你会发现 因为刚好性别这两个字 它的位置 刚好在栏位名称也叫性别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两个字 有没有 前后双引号 可以把它Delete掉 直接指向哪里 指向B1就可以了 那因为B1里面 其实实际上里面就放 那个 性别两个字 而且如果是文字的话 理论上 它本身呢 一定也是前后双引号 所以你不需要在B1前面 加上前后双引号 因为如果你加 前后双引号的话 表示说是抓性别这两个字 这样不对了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点 你们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把它打勾的话 那底下其实这边 都可以把它删掉了 底下这个 刚刚做的公式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这个底下呢 也可以把它删掉 留下一个就好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把它向右 连满到欧览的时候放开 每个都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上面的名称 刚好是我们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所以你向右拉一次就OK 但是你如果你要向下拉的话 向下其实不用向下拉 你快点一个空点两下 它就出现 可是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老师这出现错误 跟各位讲一下 错在哪里呢 看得出来这个错误在哪里吗 主要是在这里 有没有 B1有没有 如果你向右拉 它B会变成C 因为我讲过了 B会变成 向右拉 它的栏会加1 那如果向下拉的话 那如果向下拉的话 像刚刚这边 向下的话 它1会变成2 变2的话不对啊 那所以记得 刚刚还有个地方 公式 还有个地方出错 哪里 你在1的前面加什么 加一个填的符号 打个勾就可以了 那试一下 向右 再一次 向右 到欧栏 有没有 再向下点两下 有没有发现 假如说呢 你向下拉的时候 发现全部都正确的话 那恭喜你 你应该定义名称的部分没错 可是之前难免会有 蛮多同学 发生错误 什么地方错 奇怪 全部都对 但是只有 其中的一栏或两栏 出错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检查哪里 请各位注意一下 检查一下你那个定义的名称 比如说像之前有同学 常常发生那个名称 假设我们 假设这个好了 教育程度好了 比如说他就只有这个地方 教育程度出错 那错的原因是因为 他参照到的范围不对 你会发现 如果我改一下 你会发现 他出现这样 比他都对 但是就只有教育程度不对 这个时候怎么改 很简单 请你切到名称管理的里面 找一下教育程度 看一下教育程度的名称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 教育程度有没有 点到这里一下 看一下范围 之前就有同学 一看就知道了哪里 因为你选错范围 那怎么办 选正确的给他 应该是哪里 第二到 第一五的范围 打个勾就可以了 那你看 做完名称之后 这正确的 关闭之后 那时候如果没有恢复正常的话 那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再打个勾就可以了 怎么还是出错 第一 看一下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很错范围 应该是哪里 减到年龄去的 应该是这个 所以 刚才有同学 也是这样的状况 打个勾 有没有 然后按关闭之后 理论上就 恢复正常 有没有 所以 只要是你的范围 是正确的话 那这样很快 就可以把 所有的资料 给做出来了 那如果你已经做出来之后 剩下来就是你可以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我们就可以分析我们要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公式部分 这个可能比较困难一些些 然后这一串公式 如果假设你怕打错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云端白板的第六个单元 找到6-5 市场调查分析 那我是把刚刚的公式 放在云端白板第三页 OK 请各位试试看 那当然你会发现 如果你会用Internet 配合名称的话 哇 那那个效率 真的加快很多 为什么 因为直接什么 向右 向下 就一次性的 点两项 马上全部OK了 哇 差太多了 所以工作上 如果会用一些 这个函数的话 那工作的效率 甚至是十倍 甚至百倍 千倍都有可能 那当然 如果假设 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再更加快一点速度 我觉得这样好像 已经很快 但是 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 当然 底下的话 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想要把这件事情 每天都会做 那我希望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按下它 它可以帮我把旧的资料清空 所以我们会需要两个 一个是清除 一个按下它的话 那就是问卷 假设问卷调查 自动又帮我恢复了 那要怎么做 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会需要用到 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去行 所以一样 请各位录下两个句题 然后一个句题的话 就是可以快速的帮我 把它公式产生 另外一个句题的话 就清楚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你这个资料有了之后 其实要来产生 一些相关的统计资料 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里面包含就是说 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 这个问卷里面 到底性别占比多少 然后年龄 哪个年龄成 问卷里面最多 然后这个问卷里面 哪个教育程度最多 哪个职业最多 哪一种收入的人最多 OK 出入此类的 然后多久 买一次杂志的人 会占最多数 那我要怎么统计分析呢 其实当然呢 如果你会用 就是你资料出来之后 后面应该就简单的 前面我们有做过 他录出你的分析表 那就可以马上统计出来答案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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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试试看